昨天高雄市有三例本土的傳染個案 今天我們增加10例 這10例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跟高雄港新光營有關的群聚感染 總共有7例 其他3例是個案在19號去Bio科門診看病 同時段前後30分鐘內的三個患者 這兩個群聚感染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從感染到確診 不管是PCR產業件或者是有症狀 時間都非常快 尤其在這個EMD、Bio跟門診的部分 19號這個庫路在感染個案同時間 20號PCR會陽性 只有一天的時間就確診 所以意思是它的潛伏期其實是非常短 中央也通知我們這次的基因病序初步判定為Omicron感染 高雄市我要在這裡告訴大家 我們採取了二級加強版的防疫措施 那相關的這個部分也會公布在新聞局 或者是我個人的臉書跟我們的網站 包括市場觀光景點、運輸系統、公園、人流管制、文化場域、管轄的場管 這個部分包括飲食的規定跟人流管制 務必大家要配合 那行政中心作業的部分 四圍鳳山 我們會維持聯合辦公 運動賽事的部分 我們採取不集會 取消開幕儀式 1月22號禮拜六開始 社區的施打站 希望民眾 這個能夠採取 預約的方式來做辦理 我們這一次燈會的時候 我們就採取分散式的 這種燈區的設計 我們在這裡宣布 2月1號的點燈的 這個 這個活動 我們不集會 不舉行拍幕 那但是作品呢 我們不關燈 那在針對這三例 我們所在24小時之間的強力動員 然後934位的匡列跟採檢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得到一個大直的方向 它的源頭應該是來自於 我們剛剛報告的所謂的新光輪 案18186高雄市的公共場所活動 這部分 它在1月13號 在晚上8點11分到8點半 是在大港超市 中州門店這個部分 在啟新區 那1月13號、14號 9點到12點 就白天的時間 在高雄港的44號碼頭 那1月16號到18號 白天的9點到9點半 是在大汕頭碼頭啟新區 按18187 它在1月13號跟1月19號這兩天 時間點從晚上的7點到7點15分 以及6點到6點15分 分別兩個時段 大概到米寶便當 這個報便當 在林亞區 1月15號 12點到12點15分 是港都騷辣 這家店在前陣區 1月17號 7點到9點 它在全聯福利中心 這家在林亞區三多路 1月19號是在12點到12點15分 它在廣府土拓雨更在前陣區 18212 在1月10號、1月11號、1月16號 跟1月17號 這4天的時間 同時都在晚上的9點到10點 會到前陣區的健身工廠這邊 進行健身 1月15號 在晚上的7點到9點到海光俱樂部 左營區 1月20號 7點40到7點55分 還有當天的下午3點半到3點15分 在騎進區的7-11 西海門市 案18215 在高雲市這邊 1月15號、1月19號、1月20號的足跡 我們也接著公布 1月15號在下午5點53分到6點15分 在鳳山的八方運期 1月19號在中午的12點到12點15分 下午的3點到3點半 傍晚晚上的7點到7點半 分別在瑞榮瑞幸市場 在陸發汽車行 以及正西綠中股價平衡技術 這部分有它的停留的時間紀錄 那1點20分 在早上7點到7點15分 以及10點到10點15分 還有下午的3點到3點15分 是在騎進區上族巷這邊的一家店 叫福利社 其他的 我們目前正在疫調中 一有新的狀況 我們會立刻向外公布 接住 2點15分 哇 奇緩